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整个包装很大 今天这根笔是那个傅里纹的826 呃的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包装了吧 算是然后整个包装盆就是 嗯 真的很到位了 我觉得啊 然后也不知道该讲什么 这么大 然后这里有点小开 应该是库存黑机 然后打开的话就这样 呜呜呜呜呜呜呜 对吧 希望你们能感受到这样子 哎 哎整个皮啊 然后有个小这样子的一个颗 我先给你们看看看看 这样等一下 哎 就好有点硬硬的这样 嗯对 呃好 那个啊 弄到镜头了 那个对 然后皮的话 看起来就常规这种皮吗 因为这样你懂的方 其实皮我不太会分了 如果有人普及一下的 或者有视频推荐给我讲一下皮是怎么分的 怎么叫真皮 怎么叫人造皮 然后现在经常说的牛皮 它到底是真的牛皮 还假的牛皮的话 倒是可以给我普及一下 倒是嗯 对 呃 我相信我的粉丝 或者我的观众都是非常有支持的人 啊 这个副理纹对吧 压了这个是一个压烫上去的 我觉得是以后压上去这样子 背面啊什么都没有 对 然后这个缝线反正就是也是挺精致的 对吧 呃 好打开一下的时候 呃 这这里先看一下 里面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产品保修卡什么的 我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哇这 现在玩到这么精致 然后这个是什么 给一张这个报 哦合个证是吧 然后产品保修 然后玩到这么高级 这根笔算是绝无仅有了 然后整根 嗯 他有一个牌了 怎么这么像那种老力士龙表那种 就是说 又给牌那又给什么的呢 对吧 那对 然后 这个的话是 啊拉不起来的 好就是这样子卡着 再下来就这样子 那一个 哇这颜色 这种 有那种什么 茶的卖茶那种包装 反正 有时候有点小和心啊 然后回来我呢 对比哎阳光明媚对 大部分钢笔都是在阳光下生存的 你们都知道 呃 整根笔 呜很毒 然后这个一闪闪的 不知道还有打马赛克了 这个啊 呃整根笔反正哎这里有点 反正我不知道新笔还是老笔的 反正这根笔看起来还是挺素的 但像这种简简单一点的笔也也也挺 呃反正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素一点的笔 呃不太喜欢装 要么就装是新增的很到位那种 就是我人比较喜欢东西比较极端 不太喜欢中庸啊 然后呢 对 一样对比一下先看一下一个长度吧 13.5的一个长度 然后打开了啊 好插拔的插拔的 然后比较哇 比较前面偏重拿下第一个感觉 应该重心会是我买 我喜欢的一个重心 后面插的话没有 没有任何的卡啊 反正也不会了 嗯 12.5的一个长度 好的 先放回去一边 我们讲一下这个外观开始 开始讲一下这个外观的时候是这样子 来 我们先盖上 这个装饰说实话有点小丑 跟这个格格不入 两边的完全不像搭 比较的一个设计其实挺不错 就有点硬 我先拔路拔不出来啊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这个比较 其实要不要我觉得好像差不多 因为没有没有任何弹性 正常要有点小弹性 而且呃但比较是挺好看的 我认为就是说比较的一个美观度还是很足够的 嗯 然后再下来就那一个呃 这个我看一下 再下来就是那个笔头的一个部分 笔头这个部分反正就是有点不太好的一个是这里 就是说我不如果他这个能整个一起出来 当然是一个零件拆分的一个问题的正常 这个好的再下来这个颜色真的挺好看的 光滑度也很够 但是有点没有那种玻璃那种那种那种 就是说大大面积那种就怎么讲 不够锐利这个边 这个边它还是有点有点像冷眼睛看东西一样 有点毛边这个光度 然后也就是说不够滑 但整个通透度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这个东西的话对 然后再下来的话是这样子 整根笔的重心整根在前的 明显这个地方就很那个了 比起对防腐利文文的笔真的每一次都很能出乎意料了 真的是 然后正常的一个吸墨器是吧 然后整根笔这一块真的应该是金属了 很硬很重 这块反而显得很轻 整整整体来讲整根笔是偏重的 笔尖的话一样是默认的 我是EF尖 再下来的话好 那讲外观讲差不多 我们该是时候那个上一上墨 然后上墨的时候一样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根钢笔被那个上墨 然后总成来讲 哎呀幽龙到时候 总成来讲我认为是比较OK的还行 然后先上一下墨让我 嗯奇怪 多省起一下吧 OK 有上墨就好 有上墨就好 好的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先拿一张 我先给它这样子 哎 因为我很怕墨水滴到别的地方 好 然后一样 哎 这一个 OK 好的 那一个墨水我们先拿一边 一样的 先把两行字写一下 然后写一下 看一下整个手感 跟无印的对比怎么样 因为笔本身基本上拍完 然后基本上就是放出去 都是这样子一个状态 好的先把自己写一下 好的 那整根笔写完出来的话也是 笔尖的话相对比起那个 呃 20 2062那一根的话会 更有弹性 不会那么硬 笔尖有点小反馈啊 我不确定是不是同一只 反正就写下来 但是还是一个问题 这2062跟这根都是一样 写起来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阻力感 就是说 也是有阻力感 但是不是正常用笔尖那种阻力感 不知道是打磨过度还是怎么样了 呃 反正说不出那感觉 那轻轻的 然后 你能看到对 可控性还是比较好的这个笔尖 但是写起来的时候 他就是 呃怎么讲 不像指 白刃那种有阻力感 有点沙沙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 也不像那种 好的金尖钢笔完全滑 他是借乎于这两个中间 这两个跟2006一样 这两个米都有这个问题 写起来的书写感受 其实觉得 我自己觉得是比较别扭的 但是整根笔的话 反而一样 断末 呃来讲 这个好像是我 他出没量不是很大 因为你看写这么快 是中间有点小段 但不是说他本身断末 这个真的不是他钢笔不好 而是说这边还是一样 不太行 是所以他出没量真的不算大 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有时候我就试出手感来讲 嗯 就乖乖的 但整根笔总体质量还是很好的 傅里纹的笔真的都挺不错的 也是一样跟白刃那种一样 就是很精致 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劣质笔 不像英雄三五级 我觉得他就是不太行 你们懂得我想说什么 对 然后整根笔的话 反正大概就这样子 书写的话 我买的还是也是一样 所以比无印的细 对吧 如果跟无印一样的话 那个笔尖我觉得真的是 就那样子了 对吧 整根笔的话 反正书写的累不会很累 然后重呢 因为他重心他重心比较浅 然后刚好这里比较轻 这里比较浅 所以拿起来不会累 有点小弹性 有点小回馈 对这样子还是ok的整根笔 长期书写来讲的话 因为他本身比较硬 你不会过于用力去握他 像有些他比较小 而且整根都很轻的时候 你就会这样子做 对 然后所以说他重心来讲还是比较好的 你这么好像就没有完全捏得很紧 然后甩他好像你这么一拿过去 他就会弹过去 就是这种有点小重心小惯性这样子 对好的 那一个对整根笔还是ok的 对 那今天的话这根笔就这样子 然后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要纠正的 下面留言给我 好的 那一个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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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